他没有把它加进来 可是却存在这个函数 所以你们要稍微记一下 这个函数很重要 那我要怎么比较 这两个日期之间相差 年满到年满的时候 它才会增加一年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地方我们就不能用直接插入函数 而是要怎么样自己打上去 所以这个部分比较 Dative很重要 可是它却要自己打上去 那你就记得它是Date Date Dif Dif 那你可以记它是什么 比如说两个之间的Dif 就是Date的Dif Dif 然后呢 刮胡之后的话 那你就要给什么呢 给两个日期 第一个日期要给比较前面的日期 比较前面日期 比较前面日期 就是比较应该是这个日期 生日部分 它的生日你把它点一下 第二个逗点一下 然后呢 比较后面日期 那就是指的是今天日期 然后在逗点 我要比较什么呢 请你给它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年的话 请你给它一个Y Y的话就是比较年 然后在一个双引号 把它刮胡起来 按打勾之后 它就帮我比出来了 比出来之后特别注意 虽然一样是88 可是实际上它是会比较月份跟日的 就是它一定要年满 年满之后 它才会 这个因为你会发现它是二月出生的嘛 二月出生的话 所以它才会进一岁 那因为这个是十月 你可以看到 如果是十一月的话 它就不会增加 所以你如果说你们等一下可以比较一下 然后把它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有错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日期没锁住 把F12把它锁起来 按一个F4之后 再打勾一下 把它点两下 这样就可以了 理论上应该是这个十一 十一月 旧的应该是九 直接就进位了 可是在这个地方是92 如果说你用 刚刚用一二的方式来比的话 会是93岁 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顺便提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呢 它有没有符合老人今天 这边底下有条件 就是说呢 第一个它涉及台北县或台北市 年满七十岁的 那这边的话 如果符合条件的话 就把它输入符合条件 那我们会用到 if and跟net 这三个函数 那我们怎么使用呢 其实就见招拆招吧 第一个的话 我们要逻辑判断 所以先给它一个 最近使用过的if 对不对 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的话 逻辑条件是什么样呢 就是 就是